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明显势头很猛 不管是在吸引人才发展产业等等方面 那么如果下一批谁能成为的话 那也会得到相应的实惠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家关注 我猜跟这个关注房子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因为一旦成为了中心城市 这个城市发展的好了 对于当地房价的变化和影响肯定是有的 对吧 那至少对这个房价的支撑 甚至对于长线房价的这种上涨 都是看多的嘛 对吧 所以这是大家关心 谁能成为全国中心城市的这么一个两个原因吧 那么哪些城市可能成为全国中心城市 这肯定不是随随便便拉一个三四线城市来 给他封个关 那个帽子就完事了 我觉得至少具备这么几个条件吧 第一个条件 直下是不用说了 因为直下市线已经都是了 至少应该是个省会 或者说是个潜力巨大的强二线 这个不会是现在特别小一个直接按帽子 对吧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呢 可能还要考虑到地理平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第三个就是要有良好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潜力 所以你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呢 可能有一些备选啊 你比如说 你比较看好的五个城市 像济南青岛 山东省会不会来一个 对吧 像这个厦门福州 福建省会不会来一个 像沈阳 其实我觉得从这些备选城市里啊 我觉得概率最大的 当然它可能一下来三个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概率最大的应该是沈阳 对吧 一个省会城市 对吧 强二线 这不用说了 潜力呢 咱先放到一边不谈 但是从这个地理平衡上来讲 诺大的东三省 现在一个国家中心城市都没有 我觉得可能性 或者叫未来还没有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所以我猜啊 下一批国家中心城市里 99%个沈阳 这个 权当一个这个猜测啊 大家可以一块猜一猜看看都有哪些能够中标啊 都下椎 谢谢大家 因为这些能够中标 但是我们下滑不好 好 谢谢大家